我現在越來越討厭那個周杰倫 因為其實我訪問過他 但是因為他這麼紅的結果 就是我今天從第一場 問到現在還是說 然後這好像蠻無解的 周杰倫演唱會太強壽 黃牛之亂連官員都搖頭 天王周杰倫即將於12月5日 在台北大巨蛋開唱 由於這也是他睽違七年在台開唱 10月23日門票開賣 當日引發搶購潮 15萬張門票秒殺 還出現各種亂象 10月23日立法院召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時 也多次提及周杰倫演唱會相關議題 各黨立委希望文化部長李遠 能針對此事提出解決方案 今天想詢問您的是 一個幾乎全台灣的人 現在正在做的 我們正在質詢的當下 12點周杰倫的廟票開賣 那過了5分鐘以後 告訴你全部賣完了 那當然這幾個禮拜以來 網路有許多的亂象 比如說有學校的老師呢 他就跟學生說 我們禮拜三只早10分鐘下課 大家去找一個網速夠快的地方好嗎 然後獲得學校的一陣好朋友 也有網友在翠上面呢 宣傳自己製作的搶票練習小工具 結果有200萬人在上面練習 周杰倫的門票太熱門 讓民眾絞盡腦汁 就連求神拜佛號召爬大巨蛋下水道 還出現投大巨蛋履歷等奇葩方法 只為求得一張門票 百萬網紅酒妹 連用光鮮網路都搶不到門票 忍不住拍影片自嘲 這次都直接到外面就買到了 我買到了 真的假的 買到了 兩張 兩張 這雙胃啊 這雙胃啊 全部到門票 除了搶票去聞 也不把黃牛亂象 如果未來這個詐騙的狀況越來越多 我也想知道文化部要如何跟其他的部門 結合來因應這樣子的亂象 其實我們文化部能做的就是不斷的修正 包括跟地方政府的合作 還有透過律師去了解怎麼樣去懲署 的確我們的程序比較慢一點 所以目前已經被我們處罰大概有75件 然後大概罰了500多 500多萬 黃牛也會一直演變他的那個方式 我們也也必須要一直修正我們的方法 我承認這個的確是一個比較難的 我現在 我現在越來越討厭那個周杰倫 因為其實我訪問過他 但是因為他這麼紅的結果就是 我今天從第一場問到現在還就是說 然後這好像蠻無解的 我現在蠻很雜的 雖然黃牛手法不斷推陳初心 不過在周杰倫話題震熱之際 警方也在24日破獲 國內最大黃牛售票平台 據了解該黃牛組織成員 為一對夫妻黨 警方尋現上門搜索 當場查扣電腦和證物 並將售出的170多張票券作廢 空台票價部分由社會局採取 對此周杰倫所屬捷威爾公司 也表示交由警方處理 讓不少粉絲 因因期盼門票能再度釋出 這邊法官也說如果沒有好的法源 他真的是很難去判斷 所以這邊也請部長多加油好嗎 未來考慮出一個函事 清清楚楚我們把標準訂出來 比如說代購費 代買費超過多少錢 或是大量購買多大量 就一律來認定為實質上的黃牛 這點我們來研究一下 因為有些包括它合理的成本等等 但是您剛才講說 用比較白話的來講 這點我們來努力做到 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陳廷衛委員 部長我真的全佩服你的勇氣 既然在大臨廣眾說討厭周杰倫 不過我覺得你應該是要討厭黃牛 不是討厭周杰倫 我現在越來越討厭那個周杰倫